好所以各位要记住 这边的graveyard shift是大夜班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大夜班用grave 这个墓园这个字呢 grave这个字是墓坟墓 grave yard就是墓地 那这边的grave yard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 我们先把grave yard keeper写上去 keeper是守护保护维持的人 所以grave yard keeper就是守墓人 grave yard shift就是墓园班 为什么叫墓园班 墓园班又要叫做大夜班 我们来看看它的缘由 grave yard shift直译叫墓园班 在英文当中是指着午夜 一直到清晨8点或6点的 那个最辛苦的大夜班 grave yard其实原本是翻译成乱帐缸 也就是其实是没有名字的 那不知道亲朋好友 不知道他是来自哪里的尸体 然后他们被埋在这边 通常都是以前比较穷苦的人 穷苦的人或者是因为问 那些可能一些病毒爆发的时候 快速大规模的一些群长 所以我们叫grave yard 那因为以前为了不让这些 有冤屈的好兄弟们 在三星半夜出来导弹 所以就会有一个keeper在那边 所以就会有很多墓园会派人手 在这个时间点去做守望的动作 所以慢慢的grave yard keeper grave yard shift 就会慢慢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大夜班 这是一个缘由会帮助你记忆 好再来我们看23这个字叫store store这个字当作名词是商店 当作动词叫储存 那storage后面加age就是指储存 储蓄储藏这个状态 好那我们看storage we urgently needed to extend the warehouse to create more storage space 好他说我们 我们呢非常的 这里的副词叫urgently 什么是urgently 急破地 这边是副词哦 好这个副词呢 修饰后面这个一般动词 一般动词的前面 是修饰这个动词的状态 他们的需要是很急破的 我们需要extend 我们需要去扩张 extend 我们要去扩大我们的warehouse 什么叫ware ware这个字叫器具 放器具的 放机器的房子就叫仓库 所以我们need to extend 我们很急需要扩张我们的warehouse 我们的仓库 in order to create 是为了要去create 创造出来更多的storage space 更多的储存空间 space是空间 好那这一个句子当中有几个单词 像urgent 急破地 urgently 急破地 extend 延长延伸扩展 它可以等于spray 这个spray有分散 展开 展开的意思 stretch 延伸 还有expand 扩大 使东西增加增大的意思 再来ware这个字有制品 气瓶 小东西 所以warehouse就翻译成仓库 然后它还可以等于什么呢 它还可以等于像是storehouse store这个字储存的房子 或者是wareroom 你可以用room这个字来表达仓库的意思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四个单词 叫template template template是样板 模板 什么是样板 模板就像这样 网络上有很多template 给我回去查查看 有很多像你要做简报 你要做PPT的简报 简报有很多样本 可以很多的样本 模板让你参考 叫template 像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时间 你想要表达时间 你可能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出社会 甚至什么年纪的阶段 可以用这个表格 这个模板来去叙述 在商业的讨论上面的时候 可以让别人一清二楚的看清楚 你想表达时间的概念 好这叫template 那template的例句呢 the customer require require是需要 要求 到require 这个顾客require that 他要求这件事情 that we should provide him with some template first 好这个顾客他要求 这个是过去式 我们的顾客要求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应该要provide提供 提供给他有着这些词web 提供给他有着一些template 让他有些模板可以让他参考 然后require要求 provide someone with something 提供某人什么样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一个章节 最后一个单字咯 叫做warehouse wear是器具 器皿 器具的房子叫仓库或仓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这个经理呢他order 他订了许多的一些商品 因为呢 there wasn't 因为没有money